请不吝点赞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应该是有100人 年仅27岁的Vanessa 积极上课报考空服 顺利进了厦门航空 原本福利每年有12套返台票 台籍组员免费入住饭店式管理宿舍 还有相对优渥薪资 但疫情爆发后 航空公司不得不精减成本 台人虽然有英文水平及服务态度优势 但飞不出去又要自付房租 干脆辞职 为了要保护我们也保护我们的家人 所以没有想要让我们回台湾这样 然后我就觉得如果是这个样子的话 那我不如就回来好了 上半年中国民航全行业亏损金额 约薪台币3114亿元 旅客运输量仅为去年同期的45.8% 搭乘率虽有慢慢回温 但国际线受限对台籍组员依旧不利 他们的这个国内线的话需求比较强 就可能会选择他们的起薪 薪水的部分可能比较稍微低一点点的 这个陆籍的组员来飞 这样子比较省成本 疫情重创航空相关产业 就连空姐教室也跟企业配合 协助退职空服转职 陆籍航空会台政策不会台 台籍组员大受影响 三雄旅客联练保台北报导 协助退职空服转职